變身的法寶就是這個 氣球 氣球 這個裡面裝了神秘的氣體 我首先請安東尼來試試看 好 來 請安東尼試試看 用吸的喔 對 這個我們放進吸管 放進吸管裡面 這就是變身器 對 真的還假的 我說不會死啊 不會不會很安全請放心 真的喔 會不會上癮 會不會上癮 好喝喔 好喝 好吸喔 我要請安東尼啊 先把肚子的氣吐乾淨 然後啊你現在喝飲料 要吸一大口到肚子裡面 叫你吸的喔 你確定 你確定你要長得好帥嗎 我是柯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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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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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覺一直 一直頭暈欸 你為什麼要長得好樣的感覺 欸 我不知道欸 這隻 這隻 這東西會不會有事啊 這吸了會不會怎樣啊 不會不會 這個安全的 我們用這個聊天好了 真的真的 真的 來來來來來 一起吸嗎 我是柯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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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猜猜看那裡面是什麼 我其實喔 以前看電視節目有看他們做過 可是我忘了是 清氣還是氮氣之類的 對呀 我有聽過那個 比如說我們氣球嘛 會飛的那個 我有聽說 如果你太多吸那個會不好 清氣還是氮氣吧 是清氣 還是氮氣 還是氧氣 是什麼氣 倒不是 倒不是喔 倒是什麼 受害氣 害氣喔 老師你講的話真的辛苦 我覺得 我覺得他講害氣還好 我覺得他在 他在吸的時候會這樣 嚇一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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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氮氣 氮氣 氮氣 氮氣耶 為什麼氮氣可以變身 為什麼氮氣可以變身 你們知道氮氣平常是幹什麼用的 就空氣會 氣球會往上啊 氮氣啊 就是因為它用在那個 空飄氣球上面 所以它的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密度很小 然後啊 像我們平常啊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變身對不對 像我們平常 比如說我們敲這個 是木桌子 嗯 敲敲看 你看 它會有一個聲音對不對 對 或者我們敲玻璃的桌子 會有不同的聲音 對 或者我們敲地板的時候 不好意思 很痛 幹嘛那麼大聲 很痛吧 所以也會有不同的聲音 這個啊 是因為他們材質的不同 所以就會發出不同的聲音 是 那你們知道我們的 我們說話的時候 是怎麼發出聲音的嗎 我知道 因為聲帶的震動 對… 因為我喉嚨長解 所以我就知道 沒有錯 就是因為聲帶 在空氣裡面震動 然後發出聲波來 是 可是啊 我們平常的空氣是 氮氣還有氧氣對不對 對 那我們吸了氦氣之後呢 氦氣它雖然跟平常的空氣一樣 都是氣體 但是它的密度 只有平常空氣的七分之一 平常空氣的七分之一 所以很小 對 所以和空氣好像是不同材質的東西 所以聲帶在空氣 在氦氣裡面震動 就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了 了解囉 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試的這個 柯南的變身器 給我的老師掌聲 其實氣球裡面的氦氣密度 比空氣小 而聲音在氦氣的速度 比空氣中快六倍 因此當吸入氦氣後 就會發出比原本音色還要高的聲音囉